这位非洲老哥骑着一辆国产二八大杠 在公路上狂飙七十脉 全程崖弯 即便这样 老哥也从不踩刹车 因为车上还载着三百公斤的香蕉 在这样超货合下 强行刹车只会爆胎 那样会挂得更快 老哥只能把命交给老天爷 祈祷能平安到达就负败 而这样玩命的自营车手 在这个国家随处可见 老哥们个个身怀绝技 把路过的大卡车 一拖二或者一拖三 活着全凭运气 运气好顺利解决一个三餐 不好直接被抬走 老哥满生活的在非洲的布隆迪 这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 普通人出行主要靠自行车 无论是这样的大件 还是这样的小件 都用自行车运输 实货的老哥都会被一辆二八大杠 或者双管加固老凤凰 布隆迪盛产香蕉 每周啤酒酿造商老潘 都会到集市上采购香蕉 这里的香蕉都靠自行车运输 但老潘不敢玩命 于是他请了阿泰来帮忙 阿泰熟练的把重达三百多斤的香蕉 绑到车上出发 他要把香蕉无损的 送到15公里外的村庄 幸运的是 前半段路是下坡路 阿泰俯身直冲 来往的行人很多 阿泰不敢有一丝所谢 一直按着车铃不敢松手 这段路 没有过硬的八字和技术 都不能活着到达目的地 这里逐渐平缓 阿泰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 因为接下来是上坡 基本没什么生命危险 别看阿泰今年22岁 但他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爸爸了 阿泰从小就没上过学 靠着1028大杠养活了一大家子 虽然这工作攒不下什么钱 也没啥前途 但阿泰却很喜欢这份工作 他说只要省着点花 养活老婆孩子 还是没什么问题的 和阿泰相比 老潘才是妥妥的人生有家 他考虑香蕉啤酒 实现小康生活 把采购回来的香蕉买在底下 等待一个星期成熟后 挖出来投入生产 工人麻烈的将香蕉剥皮 然后倒入木槽里 混合热水和特殊的干草 手工挤压捣碎 挤压出的香蕉汁 经过过滤装桶 然后再加入啤酒酵母 风盖发酵 两天过后 香蕉啤酒便制作完成 老潘从没测过酒精度数 据工人说 只要两杯 就能让人失去意识 这也是一群用自行车 去抗争命运的人 因为贫穷 没上过学 他们只能干起 运输香蕉的工作 小小一部自行车 常常要扛起 三百多斤的香蕉 为了省数省力 奥德标们 经常会把过路的大卡车 一拖二是常规操作 有的甚至一拖三 然而 把车一时爽 翻车火葬场 只要一个小小的食物 骑手会失去平衡 摔得凉凉麻烦 严重点的 可能会当场凉凉 直接送进火葬场 安安师傅在这条路上 开了十年的大卡车 可以说是闭着眼睛 都能在路上飘鱼了 但每次经过这里 他都不敢开太快 因为他知道 车屁股肯定跟着一堆骑手 他开得越快 后面的骑手就遇危险 如果对面一来车 或者地上有坑 他只要一打方向 后面的骑手就得遭殃 因为他们看不到前面的路况 根本做不出反应 及时撒手 胡闹的不只是安师傅 当地政府也下令 整治这种乱象 可口头警告 在老哥面前行动虚设 无奈之下 政府只好增加 两倍的警力上去巡查 只要抓到拔车就罚款 可玩命的老哥们 根本不把罚款放在眼里 他们之间形成了一种默契 只要有谁看到交警 就互相通知 流之大吉 彪哥是这对车手里的运火王 别人一趟运250斤相交 他直接加倍500斤 这个重量 只要有一点小小的失误 就会失去平衡 最骚的是 彪哥还能单手控车接电话 即便如此 在上拖时 彪哥还是无法 避挡顺风车的诱惑 他扒上了大卡车 以为终于可以省点力气 没想到 就在阴沟里看 蜷了多久 不失事 好在问题不大 爬起来继续拉货 随着离首都越来越近 在路上的老哥 一又快又很文明全国 他们用最快的速度 拉最重的货 走最近的狗人关 彪哥就是其中一员 他和女友住在首都附近 两人没敢要孩子 打算等找到一份 不用靠八字国硬 也能养家糊糊的工作 才考虑生小孩 这里的香蕉比首都便宜 一串29块人民币 彪哥运一串香蕉 大概可以赚15块的差价 他买了400斤香蕉 开始上路 彪哥上来就流到70公里 在这个速度下 刹车如同摆设 运气不好 遇到下雨 路面还会打滑 彪哥必须全身关注 不能有一丝放松 并在心里默默祈祷 老天爷保佑 没有人知道 在这段路上 曾经有多少车手 发生过事故 但路上栽倒的自行车 随处的箭 其实翻车的原因 大多数是因为 自行车的状态不好 但很多收入微薄的老哥 舍不得 就连彪哥这样的灵魂车手 都把内胎来回补了四次 才舍得换一个新轮胎 奥德彪不是一个人 是一种精神 这种精神 无论在哪个时代 都是值得被歌颂的